HELLO 各位觀眾,歡迎大家繼續收看Pokemon Wi-Fi Battle 3GC-100 今天就跟大家來玩鯉魚龍隊 講起鯉魚龍隊,相信大家有留意的META 應該會想起前一星期的澳洲色尼Ice International Challenge 當時的四強Isaac Lam,冠軍隊伍就是這隊 四強隊伍就是一隻鯉魚龍 當然我跟他有一隻不同,他用甜藍尾厚,所以我用星靈菇 講起這隊要追溯到1月的新加坡Open 其實我用了這隊的鯉魚龍,都是同一隻分別 他是卡比獸,不是星靈菇 他用了冠軍 然後我們對面的一隊,巨金怪加波克基斯和尼多王 正正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澳洲Ice亞軍隊伍 當時都非常觸目,因為他用不到尼多王 最後輸了給尼多王 我們現在就馬上來選擇我寵 因為我們剩下的時間就不時很多 李魚龍其實在這個Mash Up上會做到一個不錯的優勢 這隊的其中一個優勢就是Double Intimited 除此之外,這個李魚龍我覺得最大的優勢就是 剋制到現在最多人用的Mega巨金怪 因為巨金怪的幾個屬性的招式 冰拳,降頭和鮮頭鎚 這三招都是打不入李魚龍 基本上只有這個顏腳,Stormick的招式可以打到他 其他意外的招式都可以剋制到這個巨金怪 這時候對手的手法就是 巴基斯祭吉利的班格拉 我們是黑雷色列亞,Crysalia,Gerados 首先換一個地狗做位客 剛剛說過,兩個Mega李魚龍的配合 都是用這個磚磚地狗 那我就用了這個背心地狗 因為我非常喜歡背心地狗 因為我覺得既然他本身都是 用這個Ice Wind加Ice Beam的Crysalia 我都是沒有跟到這個 我基本上排面是接近的 因為我都不太喜歡束磚地狗 那個靈目性和防滑力都比較差 雖然速度上有我比較大優勢 但基本上整隊都有很多控速的 例如有Ice Wind,有龍武,有地狗 有地狗管身自己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就不太必要需要這個 要這個速磚地狗 好,首先我們做回龍武 對手就有一個熱風打過來 難道我也想重現當日四強賽的時候的情況 當時四強賽 Anser正正中了邦克基斯的熱風 燒著了他的李魚龍 然後他的李魚龍就沒有威力了 都幾慘 剛才我打了馬雅克基斯在裡面 我們經過李魚龍和地狗的兩個威嚇 這個狗應該非常少 嘩,也不是很少 現在一定的威力了 但因為威嚇了他兩次 所以我都不太想理他 我想來個Double打下去的波克基斯 先處理波克基斯 總之就打到馬雅克基斯 沒想過真的硬得不重要 好了,波克基斯 這個時候就做了一個順風 然後我應該也看到他 斑克拉的銀斑 老實說比想像中 真的扣得幾多下 對,就是這個時候 對,那就是這個時候 真的嗎? 好嗎? 好嗎? 你好嗎? 是不是有什麼之類的 在這裡 對,就是會有很大的 因為我們剛剛用完一次的龍武關係 我們就是最快的鯉魚龍蟹 即使他有順風 到賓格拉,賓格拉一個下隻 踢了我們的鯉魚龍 一來鯉魚龍不是說真的非常之重 不是經過兩次威嚇 都擋得住這個鯉魚大招 有一個超級大招 打到對面巴格拉 直接處理了他的巴格拉 現在我們有四對二的優勢 還有一隻龍武的鯉魚龍蟹 雖然對面順風中 回收一下地狗 應該都拿到一定的優勢 還有處理了對手的鯉魚龍蟹 我們現在的鯉魚龍蟹蟹 非常之大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尼多王 以及巨金怪 對手順風還有兩個回合 對手順風 i know you 巨金怪這時候有Mega敵花 尼多王做了一個Protect 有些被動 然後這時候就見到巨金怪的射頭鎚 殺了你魚龍到 我覺得自己剛剛有D是missplay 都不要緊 完全是重現了Sigley IC的四強賽 的Mesh-up 但是魚龍那邊比較炒耳力 魚龍這隊在初賽的時候是拿了全勝的成績 就是因為他拿了全勝的成績 所以他受到全勝多 所以他拿了四強賽就要被人 Sutdown 可能他打瑞士的時候不要全勝有機會贏 我沒有說之前NPL的比賽也是拿了全勝的成績 然後又是四強Sutdown 那些Serg明明還回Protect先 怕一怕 正所謂 不要太生氣 然後就見到冷凍拳 然後就打了去Crisen 但我沒有結局了 沒事發生 然後又露泥爆彈打到高空 沒事 然後我們一個洞風就出來了 主要是削弱尼多王的速度 削弱尼多王的速度 大致上也沒問題 雖然巨金怪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這個時候 對面巨金怪總慢過我們的地狗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一個十萬福特的電車 就打到巨金怪那裡 沒有問題 幫Izer報了手 對著尼多王 尼多王優勢就在於 所以他對著這個明明 是有非常大的優勢 他的地和毒 是正好擋著明明的妖精和電梯 地毒兵打點也非常好 對著速尊地狗 速尊地狗對著他也非常之沒有差 當然啦 現在的地狗大部分都是背身為多 速尊比較少 所以我不是太贊成速尊地狗 不關這個事 最主要是 尼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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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多王不可能是開發的 一直都有潛 始終他的 毒系屬性攻擊 是所一所二 在這個Meta 亦都有本系的大地之力 以及他的特性 全力攻擊 令到剛剛那兩招的威力提升 所以他也算是一隻 毒系和地系的打擊面 的重炮 但速度、防衛力等 數值 其實他都比較 不見得人 所以 不太贊成 雖然我都蠻喜歡 我覺得很帥 他比我 一種沙家老大 的感覺 真的 真的 他是沙家老大的代表 絕對 有些人覺得是 超鐵暴龍 也有 成功贏了 李魚龍的強勢 對面 剛才斑加拉的 彈力都比較厲害 我們現在看到 典型的 希空 希空的隊伍 怎樣打好呢 對著這隊伍 如果阻礙不到希空 其實 真是幾麻煩 那隻 右上角的武克鷹 主要求威克 一個 最後的Gambit 和U-Turn 可以做到 輔助開希空的同時 又可以 又可以做到那種 可以做到的效果 叫做 幫助自己換蟲 因為回到Gammy 或U-Turn 都會 自己換蟲 好 幾天練習的時候 可以打一個類似的隊伍 都是這些 Hard Trick Room 很久 有帶Gryssalia 做到他可以 因為當時沒有帶地狗 但這局很想帶地狗 試一下 對於五黑影的壓力 無路一換一 那種麻煩 對於五黑影的 另一邊上 也要留意 這個 這個 指揮星 因為現在 我都見過好幾次 指揮星用這個 超Z 非常麻煩 用超Z強衡 就打死精靈 因為那些精靈 很喜歡 用來對付牠們 威力都非常少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黑影 通常都沒有威力 基本上 用拼命去換蟲 好了 他也是用拼命 應該換走我們 遲前跑蟲 好 對手的 指揮星用了精神力特性 難堂花 難堂花這個時候出來了 難堂花 出了地狀 真的出了地狀 因為牠是天邪鬼特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降低了 我明明降低牠的能力 也都是草系 不怕精靈菇的要脅 然後用來克制牠的火媽 也都剛剛喪生了 唉 好大劑 我要怕 現在看到了 萬靈 CT了 Track Room 有機會見到 instruct的蠻力 對不起 什麼都好 我們有精靈菇去克制到 難堂花 現在看到 還未算輸 Not off 打到 才秤呼到 耗力double 的 LU OK的 始終我們要清除煙 好幸運 他就是 好了我們先睡了指揮星 好燕印打出來 擋不擋住 擋不住 擋不住 是這樣CT 不是開玩笑 怎麼辦 好 再用一次毒系招式 清除煙 這招式很大力 50攻的毒系招式 清除煙 打死他 BANG YES NICE 這個激殺非常重要 好了指揮星很快就醒了 只是睡了一圈 我LOCK OFF本身想要打到什麼 打到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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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藥草 不同人又不同風格 很難說 好 最後一隻是噴火桶 噴火桶 噴火桶在氣空下 其實是可以快 比精靈球菇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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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因爲這樣的氣空就很軟 火陶的Mega Ring 開啟了 雖然我們做一隻土土地雲會種一下單體的噴火 因為打死了自己的證明符 但他扣了很多血壓,有沒有CT? 沒有CT,扣了很多 噴射火業也對,如果他用噴火就沒有輸出 大家可以看到,他有機會進攻,或是有機會贏 至少他有速度上的優勢,可以用噴火 勝負贏了 我都很少對這些Hardtrick屋的經驗 所以這次是一個挺好的體驗 但對手沒有好好的展露都給我看 嘩,真可憐 看見李月龍給他很大壓力 蘭韓花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大家有沒有共渡? 我就覺得麻麻爹 反而這些位置用Buru會比較好 始終Buru有一個特性 會迫我變成不帶地狗,轉變成大月雷 進擊性會比較小 希望這次李月龍隊大家都會喜歡 下次再見,拜拜